交通部长李孟宴16号到花莲视察 并且喊话要大家帮助推广花莲的特色 宣布花莲振兴措施加码 9月起至11月 每人每月可以申请一次的新台币1000元补助 未来是不是还能将航运加入观光 成为常态性的交通运输工具 交通部会继续努力 交通部部务汇报一是在花莲交开 将部长李孟宴16号宣布安排花莲航空站 花莲港务分公司视察 参访公路局的公路主题展览 以及关心在地的观光业者 李孟宴希望其他部会也可以跟进 并且鼓励相关企业选择花莲举办员工旅游 或者是重要展览仪式到花莲举行 透过各样形式协助花莲 让花莲赶快走出观光困境 同时他也宣布花莲振兴措施加码 9月起到11月 每个人每个月可以申请一次 新台币1000块钱的补助 我们这次交通部的部务会议 我们特别移师到花莲来召开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部会 有些重要的会议 或者是相关的企业员工旅游 都能够鼓励大家来花莲举办 原来的整个地震之后 住房确实是不理想 那振兴措施进来之后 曾经有把住房率提升到大概两成多 那但是前一阵子因为台风路又中断 也有很多退房的状况 那所以这次我们在整个路 恢复行驶之后 那现在开始有一些复苏的迹象 那我们也加码相关的 包括像自由行 我们原来是只限一个人一次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希望可以 喜欢花莲的旅客可以一来再来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月一次 等于取消这个一人一次的上限 那另外团客也有相关的补助 加码的补助 那希望从这个2万到3万 每个团能够来提升 往年暑假期间 花莲订房率超过7成5 今年接连天灾重创观光 在各项补助加码方案 今年8月订房仍不到两成 而花莲最近两天 近海地震 铁路延误等交通不稳定的隐忧 降低民众到花莲的意愿 旅游业者对于旅游补助加码 仍是乐观看待 希望中央再加把劲 让大众拾回花莲旅游信心 借刘明胜华联市报道